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商务部次长人选埃斯特维兹 周二表示 华为仍然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目前没有必要把它从贸易黑名单中移除 被提名为商务部助理部长的华为案律师肯德勒也承诺 将通过职务避免敏感技术转移到中国 美国汽车大厂通用汽车总裁鲁斯周二表示 全球半导体晶片供应逐渐稳定 但预计将低于汽车产业试图重建汽车库存时所预期的标准 英特尔绘图处理器晶片长期尾由台积电代工 其Intel Arc品牌的CPU日前以尾由台积电6nm操刀生产 英特尔高阶主管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决策的关键原因是产能 台积电上周在内部公告已开除新名员工 由于数量相对较多且包含设备主管成为话题 有平面媒体称其中有人跟投资外泄客户订单商机有关 台积电22日回应指出 解雇支人员在职期间严重违反工作规范 做出违背公司核心价值之不当行为 情节重大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